哈喽大家好 我是Master Joe 你的电影有周边测评 本期是第13期 咱们来聊这个 《黑格地国2》里面的一个手办 那么就是这个出自于 麦克法兰公司的这个 原力全开的这个Neil 那么叫做这个Matrix Neil 好 那么这款的话 是出自于这个第二部电影的 这个在最结尾的这么一个桥段 那么当时的话呢 是这个机械章鱼 想去攻击这个Neil一行人 那么Neil的话 仿佛感觉到了一些 这个不寻常的感觉 然后用手一伸的话 就是制服了一个这个章鱼哨兵 咱们这些的话是有这个测评 那么当时众人的话 也是非常的惊讶 这个Morphos的话 也是非常的不理解 那么其实的话 这个Neil之所以 是可以在这个正常的世界 去把这个章鱼制服 就是因为 其实所谓的现实世界的话 只不过是这个机械 这个兵团的话 创造出的另外的一个虚拟世界 而我们这个Neil的话 其实真正的身份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 在虚拟世界里面的一个 补丁一个bug 那么也是一个 比较悲惨的这么一个故事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款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形象 那么我的话也是有这个收入两款 我们先来看 有这个纸品的部分 好的 那么这款的话就在这里 那么它的话 一个着装就是 它回到战舰之后的话 这么一个朴素的着装 那么也有一个小的地材在这里 那么这个场景的话 是可以完美的 跟这个章鱼哨兵的话 进行一个搭建场景的 那么也是这个叫做Series 2 它是这个第二个系列 那么封面的话 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黑客帝国的 这么一个风格的一款封面 这是一个透明的包装 好的 我们转过来看 那么后面的话 就是一些在这个第二个系列里面 所出现的一些这个玩具 比如说这个像这个Niobe Niobe就是威尔斯米斯的太太 好的 这个地方Trinity 那么聚入大楼 还有这个Morphies的话 在这个红沙发钱的等待的这个电话 当然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最后一战的场景 都是非常的经典 好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APU 咱们前面已经介绍过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章鱼哨兵 好 这是一款这个全新维持的玩具 出自于这个2003年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具本身 好的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的话是这个Nio 好 那么Nio的话 它这个头部的话是有一个可动的 我觉得这个客观的话是非常完美 那么涂装的话绝对是没得说 那么身上这个上方仿佛穿着亚麻的上衣 那么就是它在这个战舰里面的话 一个朴素的着装 那么下面的话是一个黑色的裤子 那么鞋的话是非常的具有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可动的话呢 手部的话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手掌的可动 头部的话可以轻微微的转动 那么腿部的话只有这个 这个踝关节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可动 好的 那么这款的话是有另外两个头雕的 一个是这款头雕 那么它的话是被Agent Smith 被用这个电缆击中这个头部 那么双目已经失明了这么一个造型 那么这是刚刚受伤的时候 那么还有一个头雕的话就是这一款 那么它的话是带上一个布在这个眼前 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最后的一章节里面的话 这么一个桥段是非常的还原 好 另外的话就是它还有一个这样一个地台 那么这个地台的话呢 其实它是可以有一个脚下的一个小棍 可以放在这里 那么其实也可以的话呢 直接把它的话这样站在这个地台的上面 就是可以完美的还原 在这个电影第二部的最后的一个桥段 当这个机械章鱼哨兵冲向它了的时候 那么它的话一伸手 把这个哨兵的话是干掉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环境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我们再次来看一下 这个头雕的话 我觉得是跟这个机械章鱼哨长的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也是在这个麦克法兰当时生产的一款玩具 我觉得麦克法兰公司的话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经典 那么是有很多的套装 那么我的话也是有进行一个购入 那么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 也会进行一个一一的这么一个介绍 好的那这我们今天的测评 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就是一个在这个黑尔地国第二部 最后出现的这么一个场景 它是伸手支撑干掉了一个机械章鱼 那么我觉得是一个 如果你有机械章鱼的话 这款的话是绝对必定要这个收入囊中的 好 那这就是测评的 大家喜欢的话 我们的聚在交流 蒙尽标的话是100期 包括游戏的电影周边的测评 那大家估论的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